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办法 还不是为了对付我那难产的大哥 你家大哥近日举了笑脸 真是可喜可贺 云轩 今天我们能不能不去管那些扫兴的事 再来一举 是新小少爷 饶了我吧 鱼上钩了 小九啊 这替粗鞠的客官给我招待好了啊 好嘞 三位小少爷 里边请 师兄 你先请 这 师兄 今天是你我相识百天之日 但咱俩还没拜过把兄弟啊 好主意 云轩 咱们清头一合 感情甚度 今晚就是你我三人一节金兰之夜 好主意 好主意 上面还有云轩特意做的牌匾 头 头 头 鱼三亿 好名字 今晚九集 我全报了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不罪无归 阿 乔阮 桃编 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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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成何其统 你看看你的样子 小小年纪 野性难寻 仙父仙母教导过什么 年方少无饮酒 饮酒醉最为仇 你看看你 你对得起仙父仙母吗 大哥 你的教训我都能背下来 长兄如父 父母不在了 教导你是大哥的责任 你比大哥二哥小十几岁 二十岁 年纪太轻 我费尽心思 以身作则 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成长环境 可你太辜负大哥的一片苦心了 朝七早 夜眠迟 老一智 息子时 可你从来都是不学无术 游手好闲 斗闹长 绝无尽 你偏偏把时间都耗在那 花天酒地的谐音之地 不亲人 无陷害 小人尽百事坏 早晚你会被胡鹏狗油 带入歧途的 如此不可教也 朱木不可雕语 大哥 我先背三弟回房 这样恐怕他会着凉的 帕梁给他披上衣服 总是今晚不回过 不许睡觉 真是吕叫不改 大哥 我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以为呢 你不回过 你的人生永远都会在原地打转 大哥 你想怎么样啊 不是我想怎样 是你自己想怎样对待你自己 难道你非要逼我在祖宗祠堂里执行家法 把你赶出家门吗 你可以不听大哥的劝告 大哥毕竟只是和你同辈 但列祖列宗的话难道你也不听吗 誓死者如是生 父母生前的期许和教诲 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咱们陈家历代忠孝联名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难道你想把陈家败掉吗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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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 好 我今天就走 再也不回来了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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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啊 我没有心思要赶三弟走啊 没有啊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无父母时放置 世间最难得这弟兄 有弟兄时不绝 大哥 派去寻的人说 三弟他们并未走远 会随时来报动向 放心吧 大哥 为三弟的事心里交瘁 只是三弟年幼无法体会 令大哥的爱护成为徒伤兄弟感情的无益之事 兄弟我想 我有责任替大哥分忧解愁 三弟回家以后 我来帮大哥规劝他怎么样 大哥 你看好吗 以立交者礼尽而教书 来报的人说 三弟并未出城 如若去拉他回来 势必会适得其反 只能等啊 欲聚明觉最三仙 今晚隆重登台现役 哇 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场面 那是明觉 一出场就是天剑 咱们啊还是 这算什么 还难得到咱小爷 买贵宾系三张 好嘞 贵宾系三张 不知他身上还有多少钱 都是一些孩子 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 哎 大小爷没出过圆门 让人骗了可如何是好 二弟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在这儿 大哥 这个三弟啊 这个三弟啊 我特意定了镇山之宝 我们三人秦义 也必将像他一样 永续千年啊 请 请 千年 那是什么镇山之宝 唯有千年人生 人生和高山相互一存 有着洞穿千年的情谊啊 没想到第一天钱就全滑光了 不过为了千年人生 千年情谊也值了 他果然回家去拿钱了 那我们以后还是都跟着 以防他脱钩 二哥 三弟 是三弟吗 三弟 你可回来了 天冷 披上衣服 二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大哥担心你让我 大哥 三弟 二哥 我想睡了 三弟 二哥想问你饿不饿 我给你准备了夜宵 你房间的炭这几天都烧着呢 没断 什么意思吗 大冷天 飞灯下火的专门等我 肯定是一个半红脸 一个半白脸 总是针对我 打一巴掌揉三揉 当我是小孩啊 才这么点钱 还首付呢 家里管的盐 我哪里拿得出呢 这是我仅有的私房钱了 没关系 我俩都是孤儿 有劳师兄少爷多日照顾 已经很感激了 是啊 狗不咸佳贫 真是好兄弟 对了 咱们老在这家酒家也腻了 是该到别的地方闯荡一番了 咱们当初不是说要闯荡江湖的吗 这怎么行 是学 以咱们现在的钱根本就不现实 所以最近 咱们要节省 想办法攒租银亮再走如何 走 好 我赞成 我建议 咱们把钱分成三份 每人一份 一份一份的花 这样花得慢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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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惭愧 我得想个办法再弄点钱来 云轩 他二哥怎么老站在门口打灯了吗 三弟 三弟 二哥 我 我好难受 三弟 你是不是病了 哥 这就给你请大夫 二哥 我不乱跑了 灵达一叫我就回来 三弟 你别着急 哥 这就给你请大夫去 三弟 你好好休息 好的 哥 你也快去睡吧 真的 这 哥在旁边陪着你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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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这么点钱 还首付呢 二哥 我难受 二哥 我不乱跑了 我铃铛一叫 我就回来了 三弟 好些了吗 二哥 我更难受了 适当的活动和动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去吧 看来二哥 昨夜一定知道我要偷银贵的钥匙 真丢脸 这钱 我还是省着点花吧 小九 一共赚了陈家那小子多少钱呢 回老板娘总共这个数 这俩小子竟能干呢 谢谢九二爷 谢谢九二爷 允轩 胖子 他们怎么会 不好 是使讯 这么大的财神爷都给我得罪了 还不快给我追回来 是 是 哎呀 咱们偷江鲍鱼 三弟可没带伞啊 世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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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世轩 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对 就请你看看我俩都无依无靠 总要生存 够了 天下可怜的人不知你们俩 难道这就是可以科蒙拐骗的理由吗 我们是兄弟啊 我一直把你们当亲兄弟看 可你们 你们最先要考虑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 缺钱我全都给你们 我心甘情愿 可是你们不能这样欺骗我 毕竟兄弟一场 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大哥 二哥 我错了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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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大哥 二哥 我没连见你们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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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哥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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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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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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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给二哥开开门三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没事回家了就没事了给二哥开门 二哥我我没远见你傻孩子咱们是亲兄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今后再也不闲逛乱交朋友了 三弟你浑身都临透了先别说这些了你会动坏的 二哥你不要老这样你能不能不要老对我这么好 三弟啊你是我的亲弟弟你不起来哥也陪着你 二哥你打我骂我吧就像大哥一样我会好受点 三弟三弟回来了 三弟大哥三弟 你的小子你跑到哪去了你要急死大哥了 大哥我错了你打我吧他们都是骗子送用我利用我把我的钱全都骗走了 三弟过去就不要想了只要你平安回来你的心回家就好了 大哥二哥我现在明白了我们才是亲兄弟一辈子的亲兄弟三弟真的回来了二哥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大哥二弟是你把他等回来的 大哥你受恐了 三弟 twenties 对不起 你和你的哥哥是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 我们不该再打扰你 我们走了 再见 林轩胖子 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 希望你们能改邪归正 浪子回头金不换 从此 三弟在两位哥哥的教导下 认真学习 发愤图强 成了一位得才兼备的人 兄道友 弟道功 兄弟目 孝在重 兄弟兼有了矛盾 言辞切勿伤情 是恩业代 以宽容制成感化兄弟 为我们这同气莲芝的珍贵缘分 撑起了一把呵护的嗓